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奇魂 他是世界超一流奇手 先后两次在东洋证券杯和硬式杯中夺得世界冠军 他人称野战司令 多年来在韩国围棋比赛中夺得21个冠军头衔 天下奇手中 他指扶曹勋炫艺人 敏锐精确大胆顽强 成就了他独树一帜的围棋人生 敬请关注奇魂之徐凤珠天下血战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瑞 欢迎您收看奇魂节目 徐凤珠九段已经陆续为我们介绍了六盘精彩对局 可以说每一局棋都是令这位棋坛速将刻骨铭心的 但是今天徐凤珠将要介绍的却是令他毕生的吐血之局 究竟是怎样的对局会让徐凤珠发出如此的感叹呢 那么接下来就请观众朋友们欣赏第二届硬石碑半决赛 由徐凤珠对阵赵志勋九段 第二届硬石碑世界围棋锦标赛 徐凤珠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战胜日本的武功正数进入了半决赛 他将要面对的对手是赵志勋 第一局赵志勋直黑一点胜 第二局徐凤珠同样也是直黑一点胜扳回一局 这样就将比赛带到了最后的决胜局 被贴八点的徐凤珠直白 在激烈的交战过后 徐凤珠以五点的优势战胜赵志勋走进了决赛的现场 进入决赛的徐凤珠满怀信心的说 如果可以夺得冠军 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同时也表达了一定要夺冠的决心 由于在SBS世界围棋最强赛中夺得冠军 再加上临近硬石碑决赛 所以徐凤珠可以被称为1992年度的MVP棋手 终于到了期盼已久的介绍硬石碑的时刻了 不管怎么样 虽然您的围棋人生还很长 但是硬石碑在您的围棋生涯中 可以说是印象最深刻 最令人激动的时刻 这是当然了 应该说这是我得到的真正意义上的 第一个世界冠军 虽然之前得到过东洋证券杯的冠军 但是那个时候的规模基本上 只能算是国内比赛 把它说成是国际比赛 未免有点牵强 参赛的外国棋手只有少数几个人 那实际上是 而这一次的赛事奖金是三亿韩元 世界棋坛的围棋高手 纷纷的摩拳擦掌小夺的冠军 围棋高手们的登场 可以说是 是这一次比赛充满了硝烟 其实在国际性赛事中 夺冠的人真的 真的不是很多 您在半决赛中的时候 遭遇了赵志勋九段 那一次的交战 是您与赵志勋九段的第一次对局 是不是 在硬石碑中 很久以前跟他下过 最早好像是 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在二十岁吧 二十岁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 下过一次电话棋 好像下过一两次 下过一次吧 下过一次 是在电视快棋赛中 都是在两国间进行的电视快棋赛中相遇的 对 都输了 战绩确实是如此 但是您终于 在这次奖金高达三亿韩元的比赛中 进入半决赛的另一队选手 是瑞乃维九段 和日本的大竹英雄九段 当时瑞乃维已经刮起了一阵旋风 这一方呢 是徐凤舟九段 您与赵志勋九段 进入了半决赛 那他是一个 很不好对付的对手 是不是啊 是这样吗 是的 那时候的赵志勋 可以说是 世界围棋棋谈的第一人 那个时候的赵志勋 是非常可怕的对手 当时 都有这种想法 碰到赵志勋 对于我来说 那就是决赛了 只要赢了这盘棋 通过了这一关 那就是说 冠军就可以是囊中之物了 是的 另一场半决赛中 无论是谁胜出 是的 是这样 当时我是将半决赛 当成了决赛 其实 是因为当时太年轻了 才会那么想 事实上 当时我的水平 也并没有比大竹英雄高 现在呢 回想起来 是这样的 但是当时 你与赵志勋九段的比赛 却成了您 很大的 很大的负担 所以当时我心里 是将赵志勋九段的半决赛 当作决赛来对待的 因此当时的心理负担 非常重 赵志勋这个人 当他坐在你对面的时候 可是一个很可怕的对手 也有人叫他围棋之魔 可以说 他是将 全部的精力 都放在了围棋上 所以只要提到赵志勋九段 大家都认为 是不容易对付的对手 虽然赵志勋九段 现在状态 不如从前 但是他曾经 风靡了一个时代 我记得第一局中 您输了两目 是输了两点 在接下来的第二局中 您戏剧性的翻盘 赢了一点 也就是半目 第一局也是输了一点 第一局也是输了一点 在一评之后 是决定胜负的第三局了 这局棋很有意思 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们先来听一下 专家们的意见 再进入今天的讲解 从某种角度说 徐凤珠是相当坦率的一个人 因为过于坦率 有的时候 甚至会让周围的人大吃一惊 尤其是当他面对赵志勋九段的时候 就是当赵志勋九段成为名人回国不久 徐凤珠九段为了向赵志勋九段 请教一个问题 去找赵志勋九段 被拒之门外的时候 他又将问题记下来 向赵志勋提问 就好像一个学生 向老师请教一样 他认为 既然对方比我强 我为什么不可以向他求教呢 徐凤珠就是这样一个率真的人 对于徐凤珠来说 赵志勋九段是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 就这样 当他们在应时杯半决赛中相遇时 几乎可以说徐凤珠九段 是以与高手对决的心态来面对的 另一方面 徐凤珠还拥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一定要在国际比赛中夺冠 这个梦想可以说是他毕生的目标 但是这一次他遇到的对手是赵志勋 所以徐凤珠九段在对局中 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他挑战自我 战胜赵志勋九段的这盘棋里 我充分地感受到了 徐凤珠九段旺盛的围棋天赋 与围棋生命 这局棋是1992年11月27日在台北进行 赵志勋九段直黑 徐凤珠九段直白 从这一集的标题可以看到 这局棋可以说是徐凤珠九段的吐血之局 双方作战异常激烈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这盘棋 硬石碑的规则有所不同 贴木 黑棋要贴八点 是的 按照韩国的规则是七木半 对 硬石规则里没有半木的概念 那当时别的棋赛都是贴五木半 对吧 是的 哎呦 差了两木呢 现在倒是都改成六木半了 不能小看贴木的问题 通常猜对的话都会选黑棋 倒是在硬石碑中 大家都愿意选白棋 哦猜对了可以选择要黑棋还是白棋 所以这次你也选了白棋 因为贴木太大 是的 只有瑞乃伟九段和五宫正术九段喜欢选黑棋 因为五宫正术九段下的是宇宙流 发展大模样 必须用黑棋 哦 只有用黑棋才能走三连星 对 瑞乃伟九段的棋也是属于栗战型的 是的 所以选择黑棋会比较有力 嗯 白棋这一手也可以走别的地方吧 是的 现在走这面也是完全可以的 就看各自的爱好了 啊 黑棋本来应该走三三的 但是现在要先顾及这面的模样 嗯 黑棋这面已经开始形成模样了 白棋现在是不是应该浅销一下呢 现在浅销也可以 但是那个很大呀 确实很大 黑棋分头 在续盘阶段就是互相抢占大场 下一手黑棋是走这 嗯 这是绝对好点 这是标志着布局阶段已经结束的一个绝好点 不是直接地角 而是把模样走得更大一些 因为贴木的压力 考虑到贴木 啊 一般来说白棋现在应该走哪 一般从这面挂脚比较多 那么黑棋是飞这个还是尖呢 都可以吧 对都可以 啊 可以飞也可以尖 从这面挂脚是完全可行的 然后白棋可以这么尖 黑棋爬的话就跳 啊 这样白棋也还是会受攻 嗯 白棋这么下也可以 或者就直接大跳 啊 大跳 嗯 走得更轻一点 黑棋尖 对 然后白棋可以这么走 黑棋再把下面守住 啊 这也是一种下方 是的 白棋从这里面挂 可以说完全体现出了许久段您的风格 就让您手脚吧 如果黑棋在这里加工 那白棋要怎么应对啊 白棋可以在这靠 那黑棋会扳吧 当然 从上面靠也可以 哦 和下面靠的效果一样 黑棋要扳的话 那就跟刚才一样了 这也算是个定势吧 这样白棋就活了 黑棋什么也没赚到 这两个黑棋走了这两手棋 现在这两手棋不都白走了吗 因为白棋活得挺大的 嗯 活得到不算大 但是让白棋这么轻松活了的话 黑棋就太没意思了 很无聊 所以守这个是必然吧 其实还可以这么守 白棋如果长的话就正好攻击是吗 嗯 长的话黑棋就这么加 啊 那样白棋比较危险 黑棋还是应该走这个 黑棋在这儿一顶 试探白棋要往哪面长 现在当然要往这面长 黑棋是走的正面吧 对 扩展这面的模样 这手交换本身就是恶手 黑棋走这手棋的意思是 想在这面 准备要在这面动手了 相当于准备发动进攻的信号弹 你赶紧补一手吧 就是这个意思 对 但是白棋是在这硬的 你尽管来吧 这里要是不硬 被黑棋靠下去的话太难受了 反正白棋现在就看这块棋怎么处理了 是的 要吃掉这块白棋也不容易 轻易是死不了的 所以现在黑棋也不好攻啊 嗯 但是黑棋这个靠是手好棋 看起来像是俗手 是的 一般是不会这么走的 但是在这里确实很有力的一招 像赵世军九段这么厉害的人 突然在这里找了一手 是不是感觉很有威慑力啊 嗯 当时呢 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是现在一看 白棋确实是很难应对啊 这手棋能看出赵世军九段的气负啊 白棋搬的时候 黑棋又在这跨段 对 一般长一个就行了 但是这样没什么意思 白棋一拖 很轻松就做活了 黑棋党 是的 这样可以先手交换 黑棋得长 然后白棋再补一手 这样就做活了 啊 白棋活得很轻松啊 是啊 这样黑棋就更无趣了 所以黑棋现在马上就主动出击 是的 马上跨段 强行攻击这一块 白棋不好受了 反正是不太好动了 从这面打出来怎么样呢 通常会从这面打 黑棋长 白棋得虎 然后黑棋会吃掉这两个 接下来白棋不是得在这长吗 被黑棋这一拐 大概还得继续往外跳 这里被打一下太痛苦了 啊 白棋这还得接上 对 白棋这块一个眼都没有 要是被攻的话 似乎还是个问题 黑棋就随便在这一阵 至少黑棋这块空肯定能为什么 那肯定了 四周必然都会变成黑棋的铜墙铁壁 乍一看 好像觉得只要出头了 就没什么问题 但实际上 这没办法扔断 肯定都已经把这些计算好了的 所以这个跨段是很严厉的一手 实战是这么大吃 现在来看这手棋是不是有问题啊 那么要是不走这个的话 这个吧 从心情上是很想走这个 如果不走这个 实战走的是虎 被刺一下太难受了 至少应该直接接 直接接要好一点 虎的话 被点到这个很难受 是的 白棋压 白棋压 黑棋 断这个是吧 对 把这个吃了 现在是黑棋点 白棋接上 然后断的这个 是的 然后白棋压 现在才轮到白棋走这个 然后黑棋阵 继续进攻 现在白棋已经很苦了 这个先交换过了吧 现在不点 被黑棋先刺的话 就没机会了 以后就没机会了 以后黑棋肯定是挡在这 把这个先手先抢到 实战白棋是跳下去了 现在白棋的死活还是个问题 黑棋这面还很薄啊 是的 白棋这条大龙已经陷入困境了 当时 头都 头都晕了吧 应该是吧 而且对手 是被称作 维系之魔的赵志勋 只要觉得齐局不利 他就会毫不留情的 打自己的头 是这样吗 有时候会揪自己的头发 有时候还会狠狠的打自己耳光 发出很响的声音 那我以前 也看见过 我特别担心 他那样会不会把头打坏啊 打得特别狠 是啊 挺吓人的 有时候一边骂自己是笨蛋 像他这样 对自己要求这么苛刻的人 还真是啊 赵志勋九段已经是把自己的生命 融入到围棋当中了 从这点来看 他确实是一位让人胆寒的对手 他只要在对面一坐下 是不是又能感觉出他咄咄逼人的气势 对手不一般呢 黑棋挡住怎么样了 从内心来说很想挡 挡的话 黑棋这儿有断点 哦 断点很多 白棋可以断这个 断的话 黑棋是接这个吗 这里先打吃一下 那么黑棋是先打吃这个 打吃的话 白棋就长 然后黑棋得接 对必须补 现在白棋不是可以打了搬出来吗 啊 先滚打 然后从这面搬出 对 另外下面也还有点味道 或者从这面打 就简单一点在这一挡 黑棋虎 然后白棋可以在里面做活 还有这种手段 另外再把这面一走 黑棋的味道太坏了 还得冲 啊 现在还得冲 把自己的气撞紧 对 走成这样 现在白棋虎也是先手 啊 这样先手 白棋哪怕从这面 简单的搬出也行啊 黑棋不会这么走 这样攻击 黑棋也不好受 自身的断点太多了 或者白棋在这里 直接断也可以 那些都是以后的手段 嗯 以后有可能会断 所以黑棋走的是这个 嗯 其实如果黑棋要真很小心 来吃白棋的话 还是挺害怕的 现在黑棋这样 应该算是妥协了 黑棋稍微退让一下 黑棋本身也不舒服 这里被白棋穿出来了 本来是攻击白棋 这三个子 现在反而成了 对方攻击的对象 所以这个结果 黑棋并不满意 这个也是恶手 没必要去交换 黑棋之所以走这儿 是想给这块白棋 施加压力 哦 危险一下白棋 想让白棋再补一手 但是白棋跟着硬了 什么作用也没起到 现在就应该像后来的 实战那样 直接在这儿攻击 哦 实战是从这面挡 呃 是走的那个吗 哦 对 是这个 先走的这个 在震之前 对 还是应该从这儿震吧 挡住白棋的去路 哦 这三个子现在很薄啊 是很薄 但是 所以赵志勋九段 先搬了一个 不管这样走好不好 至少被当头打一下 黑棋很难受 是啊 被打成一团 白棋现在断了吧 呃 现在是绝佳时机 黑棋要这么打的话 就出大事了吧 也没什么问题 一般都会想到这么大吃 然后白棋冲这个 黑棋提 白棋搬 哦 黑棋得提这个 是的 继续冲 那就麻烦了 白棋再打吃 那沾的话 白棋就虎 这样黑棋就亏大了 哦 这面不好硬 黑棋就直接挡这个 不愿被白棋便宜 这样黑棋 就可以更严厉的攻击这块白棋 这面就让白棋做活算了 啊 要是我们的话 这里被断开了 肯定是想着要赶紧逃跑啊 对 白棋现在应该是跳 现在跳吗 是的 实战是把脚上做活了 其实这块比较重要 白棋做活了 然后赵着新九段很满足的在这度过 好像在说 现在你该逃跑了吧 脚上又走了一个是吧 对 补活了 现在才进入了问题的关键 黑棋在攻击之前 先在这交换一下 虽然是恶手 但是对白棋很有危险 暗示白棋快点逃跑 白棋这个先交换一下 然后黑棋终于动手了 按理说 黑棋可以走到这一路攻击的 走这个不行吗 但是现在白棋可以飞出来 这个长也是先手 不硬的话 这面可以跳出来 那黑棋这面也很薄啊 对 得在这儿硬一下 那样的话 白棋就可以从这儿跳出来 黑棋如果冲断的话 可以从外面打啊 是的 如果补这面 白棋就长 黑棋肯定在搬 白棋往下一跳 这块黑棋反而更危险了 主要是因为脚上的白棋活了 对桃这块有很大的帮助 不仅活了 还把黑棋断开了 这样黑棋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攻击白棋了 即使这样白棋也还是应该先跳出去 比较保险 接下来还可以攻击这四个黑子 在这里接上什么 把这个动起来也是很不错的 攻这四个子比在脚上做活更好一些 虽然走这个比较安全 但是按照许久段的性格 这种地方是一定要活的